内亚洲行第二站来到了马来西亚 只停留了几个小时 拜会了马国总理还有下议院的议长 而这次跟他同时的访问团当中 有五个人三个人是分别日本韩国还有印度裔 显示了美国积极拉拢印太国家伙伴关系 台湾有没有机会借着佩洛西来访 让华府更加了解台湾的现况 推动调整外交策略全球高度关注 身穿粉色套装走下专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号上午10点半左右 从新加坡飞敌马来西亚的皇家空军基地 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麦菲特和马国下议院副议长 哈之姆哈莫拉西来到机场迎接 之后佩洛西先率领代表团 拜会马国下议院议长阿兹哈 然后在饭店和马国总理伊斯麦沙比利举行午餐会议 只在马国短短停留几个小时 相较于旋风式访问大马 佩洛西访问台湾则预计2号抵达入住伊万 隔天还会拜会蔡英文总统和立法院 而佩洛西这趟亚洲行聚焦印太地区安全 民主和经济伙伴关系 同行议员包括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 他曾提议把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 而众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 则在2021年11月率团访台 还有众院岁纪委员会副主席戴贝尼 众院情报长寿委员会成员克利什纳穆希 和众院军事委员会和外委会成员金安迪 五人中亚裔人士占了三位 佩洛西和代表团预计来访 是否能让华府更了解台湾现状 甚至调整两岸策略 全球高度关注 是令官编译